你跟张兆良 你们两个都是桃园市议员 他被认为是郑文彩的子弟兵 结果没有想到 他今天因为一个关锁案 我本来想说收押境界 可能吓吓他了 最多就是给说交保 他被收押了 对 今天晚上我们在录影的同时 传出来最新的消息是 这个桃园地方法院裁定要羁押他 那羁押实际的这个理由 他有发一个新闻稿 但是里面为了巩固案情 也就是还有一些相关人等 可能没有道案 所以其实桃园地方法院 这个我看的那个新闻稿 还是有所保留 对 本来一个店面 店面要去做一些改修 改装了以后 我以后要租给7-11 这样的事情竟然把他抓起来 而且昨天是兵分实陆 不但兵分实陆 今天竟然收押境界 其实早在他这次被收押境界 然后禁止通信联络之前 在这次出事 以前在地方上就曾经听闻到 包括在桃园市南区 这个龙潭 它是选区龙潭 龙潭 就是你只要选民服务 或者是官说什么事情 比如说违建 价码大概是有20万 或者是30万 真的假的 这样子瞧 在地方上其实声名远播 但当时都没有人敢点名 到底是谁 也不知道是不是 到底是不是张兆良 但是都有传出来 所以其实张兆良 但是以前不敢动他 你知道张兆良他以前 之前几年前 他就出过一个案子 就是跟助理被贪污案有关 在那个案子后来还被判刑 他认罪 认罪协商之后 他把一些这个缴回国库 然后还有包括 要服这个社会劳动役 还是怎么样 他就跟这个法院 做一个这个交往 他就没事了 当然他之前在那出事的时候 有被检察官收押 所以他也收押一阵子 后来但出来之后 他就没事了 那个助理被案 感觉就轻揍以过万从山 别人都抓起来 别人要坐牢 他认罪协商就没事了 当时刚好是郑文燦 刚当市长的时候 郑文燦当市长的时候 2015年 2017年 所以你就觉得 这个时间很巧合 郑文燦这次案子 是发生在2017年到2018年 张兆良这个案子 是发生在2019年到2020年 那张兆良 大家获取不到他的背景 我帮大家科普一下 包括你长期跑过绿营 他的爸爸叫做张桂木 桂贱的桂 木头的木 是一个我们桃园南区 尤其中坛当地的一个客家大佬 以前民进党的前国大代表 在民进党创党时期 上个世纪八九零年代 他可以说跟许姓良 知名德这些 民进党的这个大佬 算是资历一样 他是美丽岛系的大佬 所以郑文燦是不是要拉住张桂木 拉住这个民进党的大佬 来去帮当时 非常小英 非常信任 非常红的政治明星 做一个这个背书 所以后来 难怪我就觉得奇怪 你今天需要这个 所谓在这个 比如说在这个车上 小英跟着他上这个战车 所以我不认为说 张兆良 是郑文燦的子弟兵 反而是趁文燦一组 趁郑文燦的一组 为什么 因为他一天到晚 就会黏着郑文燦 表示说郑文燦 推荐他 郑文燦怎么样 但是大家可能没注意到 2018年郑文燦 第二任市长选举 要连任的时候 那他当时主导桃源市 所有的市议员的 这个提名 要许多地区 要高席 高 这个许多的人 要多提名一点人数 高席市 要冲 冲高啦 结果没有想到在龙潭区 龙潭只有三席议员 那一项都是两席蓝的 跟一席绿的来瓜分 那当时张兆良 执意参选 可是郑文燦属役 他另外一个爱将 魏云要提名他 结果当时郑文燦 要劝张兆良劝退 张兆良执意不退 要参选到底 结果造成民进党 在龙潭提名了两个议员 全部双双落选 然后龙潭竟然出现 史无前例 没有一个民进党议员 三席都有蓝营拿下来 所以郑文燦 当时灰头土脸 他很不爽他 不喜欢他的这个传闻 就在地方传开来了 因为你不肯接受我劝对 这样怎么还算我的子弟逼呢 可是呢 因为他爸爸的关系 张桂木的关系 他在南区 一定要还是要有人 后来2018年 郑文燦顺利连任了 他还是把张兆良 请来市政府 给他一个仇拥的职位 桃兵市政府有几职的 13职等 解论13职等 有几职顾问 一个月13万多 跟议员的薪水 和议员的等级是一样 所以让张兆良 担任市政顾问 也就在当任市政顾问的时候 2019年2020年 他当市政府的官员 但是做的是议员的事情 但是 然后又有时间 所以那个官说 是在当市政顾问的时刻 所以就是郑文燦 第二任市长的时刻 所以 为什么以前郑文燦 知道他张兆良过去 会不知道吗 那以前你红 我不动你的人啊 我不动你的 虽然你不承认 他是你的子弟兵 然后你可能也不是很喜欢 所以以前不感动 郑文燦的人 但是郑文燦出事之后 有点束导胡勋散的感觉 我就开始在你 市政府第二任市长 任内请的市政顾问 我也要抓他 那还有别人吗 我看你怎么去切割 所以现在 当然还有别人 地方上就 大家就人人自危 真的吗 至少跟郑文燦 所以你说现在 桃园风声鹤唳 所以你现在去看 绿营现在在台面上 或者是地方上的一些人 当然就是 会不想去谈 或者是走壁 一听到这个郑文燦 或听到张兆良 嘴巴就赶快闭起来 真的啊 因为不晓得 哪一支箭 什么时候会射到自己 所以 可是这些在桃园的民进党的 政治人物 以前都是跟郑文燦 关系非常好吗 很活跃 但是因为郑文燦出事之后 大家都跑 感觉有一种 中央一定要办地方 而且要办出一个名堂 而且要让大家知道 好像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我是很认真的 所以以往郑文燦 所以中央对郑文燦的杀气 在这个桃园的政治人物 都有感受到了 是 所以郑文燦以前身边 黏着他第一号人物的张兆良 首当其冲 这次就出事了 好 所以后辰 刚才讲我都没有想到 他竟然因为这样的一个关注 的话 你情况下 不但是深压 而且已经深压准了 今天还真的进到看守所 你说现在民进党的气氛 非常诡异 他是一个什么案子 一个建造中的铁皮屋 这个铁皮屋呢 他去关缩 关缩之后呢 最后人家盖了7-11 然后呢 用公务员登载不实 跟独立罪把它压了 我想压都可以压了 我想要办就可以办 我就特别挑一个 这个案子告诉女人 说每个都不要动 你敢动 你就是下一个张兆良 对 郑文燦可以挂 然后你张兆良可以挂 就没有人不可以办 所以民党全代 这个礼拜要举办全代会 对 原本在讲说 亲赖系拼过半 对 现在已经喊到 媒体已经顾到7席或8席 10席而已哦 对 喊到7席或8席 那个什么 桃园队已经全部解散 框框的 桃园解散了 前面一个郑文燦 加上一个张兆良 桃园队 谁还敢讲自己是桃园队 找死吗 对 没有桃园队了 然后陈廷飞 那个跟郑文 这国会又出事情 对 大权在握 所有的东西都进来 我听到的说法 是陈廷飞本来觉得 自己胜卷在握 是他自己没有两席 中市委 当然是英系会给他一些 如果他是有英系的加持的话 他中常委就稳稳的 可是没有想到 现在英系 也阿波让杠了 现在每个人都人人自为 我刚刚在讲习近平 赖清德 这种参论说法不像习近平吗 他现在做框不是双开吗 对 双开 开除党籍 开除政治职务 老公的双开是这个嘛 你现在有机会主委拔掉了 停权了 跟双开有没有一样 一样 那当初习近平斗薄熙来的时候 不是说你薄熙来贪污吗 今天是你赖清德在上面 今天如果换正文在上面 我就扮你抬 你看他屁股是干净的吗 现在当权者就是正义 当权者说话了算 所以我现在状况就是 我办这个议员的状况 所以你说现在民进党内真的 这个所谓的 以天不出谁与争锋了 我办张照亮就让你们 所有人看清楚 我就是要这样干 你们不要站坐边 站坐边就会出事 他就是怕你看不懂 办了一个正文站之后 继续办一个 这个状况来讲 民党很快就会 马上这是全带会 立刻就大一同 你说大家都乖了 没人敢去挑战赖清德了 你就讲嘛 铁皮屋可以收押近见 你告诉我全台湾 不管说张照亮本身的风评 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我可以用这个案子办你 我全台湾就没有不可以办的人 好 雨雪 我们知道赖清德非常喜欢 看金庸小说 金庸小说是 武林至尊 宝刀屠龙 以天不出谁予争锋 现在我跟他讲 赖清德觉得 我是屠龙刀 武林至尊 可是我要把他以天剑 所有可能的以天剑 全部砍光了以后 谁予成风了 不是啦 赖清德这件事叫做 敲山正虎隔山打牛嘛 这张照亮什么东西啊 不是一个大咖嘛 为什么要把他用积压 然后用郑文燦 同等规格去处理他 因为理由很简单 他目醉翁之一不再久 重点是在于张照亮 后面可以牵扯到谁 可以牵扯到郑文燦嘛 那郑文燦可以牵扯到谁 可以牵扯到蔡英文在最终的目的 否则各位我给你一个概念就懂了 你知道这个便利商店也好 违建也好 他说这个A型违建 然后关注 好好好 没关系 我算你就算他有收钱 没收钱 收五百万 我跟讲都没关系 那保际给我反问一件事情 有没有必要兵分实录搜索 你一个违建要确认 兵分实录是什么意思啊 你要去他家 而且你兵分实录之后 你抓的每个人都没事 只有张兆良有钱 只压张兆良 因为只有他帮郑文燦 送的这个零用金嘛 7月12号说 就只有他帮郑文燦 所以代表关系很密切 这才是张兆良被押于 不然各位 我跟你讲 我要想说一个违建案 他家收啦 他公司收啦 好啦 然后他老婆的亲戚家也收 怎么赏出十个点的 那十个点保际给我问一下 请问一下 是真的只收违建案件吗 你觉得十个点 只为了一个违建案件 是这样合理吗 再来各位 他压了五个人 然后传了七个证人 拜托一下 你到底要证明什么 证明说他真的有关缩违建 那你已经积压啦 还是你想要证明什么 所以我想理由很简单嘛 重点不是张兆 这个违建案 这个违建案是2019年 2020年的屁事 保德哥 2019年2020年 你知道那时候是代表什么意义吗 代表什么 郑文燦执政 他重点是在 你在郑文燦执政期间嘛 所以那保德哥 我访问一下 检调怎么样拿到这个讯息的 你觉得检调会无聊到 去关切一个议员 然后呢 他去关缩一个 我们讲的违建案 然后新建中的违建 然后最后租给便利商店 你觉得检调有无聊到这种地步吗 不会啊 当然不是 这是杠上开花嘛 代表检调今天 在监听其他案件的时候 监听郑文燦案件的时候 听到 张兆良有这个case 所以我们借着张兆这个case 把他抓过来 把他压了 为什么要把他压了 兵分实路去找了 到底找了什么 当然是跟郑文燦有关的东西嘛 我管你张兆良 要去关说什么便利商店 莫名其妙嘛 所以为什么我讲说 这叫做敲山正虎 隔山打牛 今天张兆良被压了 那我请问 紧接而来 他会不会有其他的案件 跟郑文燦有关的案件 甚至跟英系有关的案件 因为郑文燦各位 你们不要忘了 当时为什么我们大家讲 他的关键至关重要 其实不在于新潮的龙头 而在于说 蔡英文在那个时候 想要让谁当总统 想要让郑文燦当总统嘛 那你当总统的人 请问一下 你只跟自己新潮流谋好吗 还是各个派系 大家都有吃果有吃 所以各位 案情还没完 真正的重点在于说 从郑文燦这个点 做单点突破 而后续要抓到 赖兴德真正想要抓到的人 而且玉凤 刚才讲的 现在风都变得 现在变成 现在在我们的 这个所谓的非常 警方还有我们的 这个行政单位 都变得非常强势了 现在来讲 已经进入到了一个 KPI的时代了 每个单位都要赶快 把绩效拿出来 告诉陈峰说 我们有在办事 你看这个东西来讲 这是台中 台中来讲的话 很多这种 联动型的方式 结果隔壁的邻居说 我只是去买个大兵 买个三明治 回来怎么就攻坚了 这是一个什么 攻坚踢车 这一辆要1700万元 其实一般来讲 它不常出现的 你过去来讲 在台中 这附近看到了谁 是要抓小黑张习敏的 现在来讲 这还是隆力气 隆力气之后呢 它可以在10秒之内 升高到三层楼 然后瞬间的 把所有的伟安特警给押上去 对给冲上去 所以很多的朋友就想说 这个一定是来抓诈骗啦 因为台中就是有名的诈骗之都嘛 过去是庆祭之都 后来是这个诈骗 可是呢 现在来讲 刑事局告诉大家 跟台中行大说 我们现在要来抓的是毒品 毒贩 所以呢 现在来说的话 你随时只要有一个暗游 这个攻坚踢车 就要架出来 架出来就要开上去 你一定要瞬间的 把这案子给处理掉 因为你现在要拿出来的 就是绩效 如果没有拿出来绩效的话 很难对上面有所交代 刚才讲 那这个 这个很厉害嘛 这个一冲就冲进去了吗 这个好处是说 这攻坚踢车 1700万元 过去来讲的话 我们的攻坚踢车在哪里 在宝一 在宝一我们有去现场看过 过去的攻坚踢车呢 真的是很辛苦 它是一台旧的宾室 然后呢 在上面架铝梯 所以呢 我们讲攻坚踢车 真的是要慢慢架 慢慢架 你架上去之后呢 可能 坏人就跑掉了 甚至你在架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如果嫌犯 在高楼高度 比较高的地方可以往下 这个可以直接冲进去的 这个好处是说呢 它已经可以360度旋转 所以呢 架好之后呢 过去 你可以把你的人员 直接往上输售 把你的火力 瞬间压制对方 这个就跟美国特种部队一样的 其实过去来讲 就是特种部队 然后呢 还有很多的 像是那种 Fast and Furious 那种 那种跑车在路上 追逐的画面 都用这种车 这种车的好处是说呢 你不需要的时候 你可以把上面的 这个Mars 这个T车给拿掉 然后你可以直接当成运兵车 如果你需要的话 你可以架上去 可以像是一个变形机 刚刚一样